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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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方式各位可以看到间接法 间接法 间接法就是从我们水域表上 本期的净利那个数字 这个7500有没有 这是什么 本期存益 这是前面的水域表 结算出来本期的净利是多少 以这边开始 然后最后知道 我们整个现金进出的情况 是怎么样 其实这种做法 一般学会计人是能够懂 学会计人很难去懂 因为 为什么要从这边开始 为什么调到最后 会能够知道本期的 现在这个 这个现金还有多少 奇数多少 增减多少 然后是这个数字 这个整个的一个内容 有人不能了解 比如说举例来说像这样 折旧 为什么折旧要调整 折旧这个是三 这是多少 25万 对不对 25万 这为什么要调整 因为这个折旧这个东西 折旧有没有付给你 付给钱 没有 折旧是因为过去 我们买了机器 这被买了厂房 建了厂房 然后我们要提折旧 所以在负担折旧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付现金 没有 没有 但是在我们计算损益的时候 已经当费用扣掉了 在这个75万里面 已经没有折旧 折旧已经负担掉了 已经扣掉了 但是他有没有花你的钱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为了要表现 这个期间里面 所有的活动 对现金的影响 所以就要把这种 根本你没有花掉 25万的折旧 把它加回去 因为他没有用你的现金 他没有用到你的现金 把它加回去 像这样子调整 那这个有时候 一般公司区会计人 不太能够理解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不管是怎么说 现金流量的编制的方式呢 就是这里的间接法 或者是刚才的直接法 有这两个方式 你认为哪个方式你最合用 那你用哪一个方式嘛 不过不管是直接间接 它的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一样 那这个报表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从这个报表里面的内容 可以让你知道某一些的信息 举例来说 如果它现金一直减少 比方说去年的现金也减少 今年也减少 几年来都减少 而且呢 它最主要的现金来源 假定都是靠什么 靠 靠投资 靠 融资 比方说都跟银行去借钱 或者是土地的卖一块卖一块一直卖 因为这样子还现金一直往下跌的话 这表示什么 这家公司呢 岌岌可危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大部分呢 它在营业的活动里面呢 根本没有为你带来正量的现金流量 哦 那这个公司就很要命了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 我们从这个融资跟投资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哦 投资也不是年年都有 年年多买基地设备 年年多买厂房吗 也不是 那如果你要割一块没有用的场地 把它卖掉变现 那也不是有那么多土地可以卖的 所以像这种的来源的现金 我们说都是一时性的 不可靠的 所以如果很多的现金是因为这样来的 你就要担心了 这在公司的营运 说不定会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现金流量表的内容里面呢 可以知道某些营运上的知识马迹 这个对于评估一个企业的 它是不是常在营运呢 非常有关心 所以现金流量很重要 况且如果公司在现金管理上做得不好 很可能入不敷出 那我们有一句话 我们叫蓝色倒闭 真正来讲公司可以挣钱 但是这个现金出得多 进得少 这有点像人一样 人会发生缺血 失血 流出去的多 进来的少 所以变成企业最后的人就垮掉了 这叫蓝色倒闭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你不赚钱 那我们这个叫蓝色倒闭 蓝色倒闭一般觉得还甘愿 我就既不如人 我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是也能够赚钱 只是说你现金的管理上没有做好 也导致于倒闭 那这个有时候很可惜 所以财务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好 那四张报表跟各位已经做了一个说明之后 然后报表跟报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以我们特别来跟各位介绍 主要财务报表相互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